各位澳财网朋友大家好 欢迎观看今天的澳财有道 我是高松玉 在上一期节目呢 我们借助中国启动万亿地产信托瑞茨市场的机会呢 和大家分享的一些关于瑞茨的小的知识 特别是为什么值得投资瑞茨这行业的五个理由了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期节目 请您点击现在的节目当中的链接 先去看上一期 然后再看这一期呢 一定会更有些一些帮助了 那在上一期最后的时候呢 也和观众们进行互动 如果能得到50个赞的情况下呢 将会做一期新的节目 和大家介绍一下三个值得您关注的 澳洲的地产信托瑞茨的产品 那在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 已经获得到120个赞了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那我们呢就说到做到 今天和大家去聊一聊 值得关注的三个澳洲的地产信托瑞茨的产品 在进入到重点的产品的介绍之前呢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对于当前的地产行一些简单的看法 这就为什么会挑选了今天这么几个产品 和大家进行来交流了 那其实在整个的新冠疫情之后呢 地产行业特别是住宅市场呢 是有一些明确的这种复苏的 但是呢地产行业当中所存在的问题 依然是存在的 比如说像写字楼 比如说像是学生公寓 那么在整个的经济回到正常的情况下 之前这些行业想全面复苏 难度都还是非常的大的 而零售行业呢 现在也还是是有一些的这种波折 所以说呢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考虑呢 还是挑选一些受到政策上的一些支持 那么甚至呢 从现在的经济结构上来讲 会得到一些发展会更加的有增长性 或者说比较稳健的产品 和大家进行去增长 因此呢 我把今天的整个的分析呢 其实是落在了三个 我还觉得不错的行业 第一个呢 是工业和物流 那这个行业呢 在整个的过去几年 可以说是澳洲市场上 表现非常好的一个地产类型的行业了 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地产投资人 是有必要去了解的 而第二个行业呢 我觉得是幼儿园和早教的中心 这个行业呢 在最近的澳洲政府的联邦云算当中呢 又得到了17亿 三年的继续的政府的补贴和投入 那么可以说呢 也还是在一个非常不错的增长的 这种阶段的 那如果从另外一个稳健的角度 去考虑的话呢 加油站市场呢 的确也还是一直表现是非常的不错 尽管是出现了整个的经济的一些调整 但是我们看到加油站行业的租金的收入呢 一直是非常非常的稳定的 所以说呢 今天呢 想在这三个行业当中 和大家挑了三个不同的产品 来进行去介绍 供您去参考看看这些是不是符合 您投资到澳洲地产信头当中去的一些方向了 那第一个产品呢 叫做Sinteria Industrial Rates 那如果您是关注澳洲地产行业的话呢 相信多多上会听过Sinteria这个 可以说是一个地产的巨头了 那Sinteria Industrial Rates 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CIP 那CIP的这个产品呢 是澳洲最大的本地市场的工业的地产信托 它所投资的方向包括了像制造业 包括像的物流 包括像仓储等等 那可以说呢 整个的投资组合是遍布澳洲的全国和多重的行业的 它的租客呢 包括像澳洲非常有名的大型非上市公司 像Vizy就是做整个的包装的包财的这个行业的 那也包括了像Wall's 然后像澳洲的邮政Austrian Post 以及呢像Telstra 它的Telstra在投资组合当中呢 也有一个澳洲电信的这样一种 这种信息处理的这种中心 所以说整个的投资组合呢 可以说都是大型的一些确实非常不错的项目 而且呢行业分散也不错的 全国范围之内是都有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 值得大家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第二个产品呢 叫做Chathol Social Infrastructure这个Rates 那这个名字很有趣 相信知道Chathol的朋友呢都会知道 这也是澳洲最大的地产公司之一了 而这个独特的Rates呢 它被称之为是社会基建型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它投资的主要的方向呢 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早教和幼儿园的这个行业 譬如说这应该也算是澳洲最大的 这种单一行业的地产的信托了 那这个它现在的里边的主要的资产呢 其中是有80%都是在这个行业当中去的 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些包括像南澳的南澳政府的 像是紧急救护中心 紧急中心啊 然后包括像布里斯班的政府啊 都是在它的这种投资组合当中去 我觉得这个呢也算是一个细分领域当中非常有趣的一个产品了 而另外一个我觉得也还是比较有趣的公司是值得大家去聊一聊的 那叫做Waypoint 那Waypoint这一家 这个Waypoint呢 它是专注于澳洲全国范围之内的大型的一些加油站的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产信托的 那它主要的这个租客呢 是澳洲非常有名的 叫Viva Energy Viva Energy呢 是翘牌在澳洲的独家的合作的伙伴 除了Viva以外呢 还包括了像是这个7-11啊 然后呢 还是包括像Cose Express啊 都是它所运营的整体的这些这些这种加油站的资产了 那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三个东西放在一起和大家进行一个比较 同时的话呢 也和大家去交流一下 我觉得在挑选到具体Rates的时候呢 您还是有五个值得关注的一些注意事项 是可以在这种比较当中所体现出来的 我觉得第一个您需要去关注的就是这个整体行业的这种规模了 我所挑选的这几个Rates的这种体量呢 都是在十几亿以上的这种体量 那比如说像刚刚所提到CIP 它的规模呢 是在24个亿左右 像刚才呢 我们提到这个VPoint呢 它的这个体量是29亿左右 然后像这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CQE呢 它是14亿左右 我觉得大型年的规模是很有帮助的 毕竟考虑到作为一个Rates 是存在着在证券市场上交易换手 你需要考虑流动性的问题 因此规模对此呢 肯定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影响的 第二个你需要注意的事情呢 我觉得呢 其实是看分红 整体来讲Rates本身如同上一节目所讨论的 最终是要考虑我们最终的一种 作为一个稳健型的受益的产品 是要有分红率的 那这三个不同的产品 它整体的分红率呢 差不多都是在4.5%到5.8%左右 那其中呢刚才加油站的资产的收益率呢 是最高一些的 所以基本上相比现在一个如此低息的环境 类似于这样的产品能够达到4.5%的收益率呢 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第三个我觉得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个专业的这种 这个术语叫做Wale W-A-L-E 那这个词是非常的重要的 这个呢是算下来家庭平均的 平均的租约时间是多少 作为一个地产类型的投资组合 我们的租约时间越长 可见我们的租金收益的稳定性 或者说这个资产变化的稳定性呢 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说这种这个Wale的这个 这个单位如果是长一点的情况下 对投资人来讲应该是个比较好的 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数字 那在这三个产品当中呢 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时间呢 都是10年左右 而加油站的资产呢 是达到14年的这种情况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 那一定是债务 毕竟呢作为一个地产的行业呢 一定会涉及到银行的整体的这种贷款 来提高资产的税益率的 那因此的债务水平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这三个产品的整体债务率呢 都是在30%以下 因此呢是处在一个 比较健康的水平线上的 而最后一个我觉得 也是您一定需要去注意的一个 一个也是一个专业的比较 是PB 也就是叫市账率 那市账率的意思呢 所以说根据现在的整体的资产价格的情况 相比它实际的账面价值 它的这个比较是多少 那市账率如果越接近1 或者是低于1的情况下呢 说明资产的整体 就价格相比资产来讲呢 相对是比较便宜的 如果超于1 比较多的情况下呢 则说明的是稍微的有一点点贵 那在相比之下呢 这几个的产品呢 大概的这种市账率呢 都是在1到1.3左右之间 那因此呢 还都是相对比较健康的 那在选择单一资产的时候呢 一定是需要考虑到这种综合优势的比较 来判断的是不是符合咱们行业的判断 或者说符合我们具体产品的时候 什么样的价格是合适的 因此呢 这里也的确是需要提醒大家的 那的确呢 瑞兹呢 作为一种上市的交易的资产 它确实是存在着资产价格浮动 或者是波动的这种可能性的 如果我们回头把这三个产品 放在一张图上进去比较 从2016年到2019年的时间呢 由于整个地产环境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这三个资产的整体价格 都在不断不断的上涨 达到了40%50%的 都是有出现的 然而2020年整个年初出现了 新冠疫情的打击之后呢 随着股市的下跌 这三个资产的价格 三个产品的价格呢 都是出现了非常明确的是重挫的 那尽管这并没有办法去体现 实际资产价格的这种重挫 但是毕竟股票市场 就是一个体现出 大家的预期 体现出大家恐慌情绪的这样一种市场 因此呢 投资瑞兹也并不代表呢 不会损失本金 它还是会存在着一定这样的这种风险的了 那讲了这么多 我们在这期节目的视频 介绍三个不同行业的单一的这种瑞兹 那澳洲的整个的市场上 是不是存在一些 可以把一些不同行业的瑞兹放在一起 或者不同的地产行业放在一起 更加省心的一种管理的方式的呢 答案当然是有的了 那这个呢 应该就是地产类型的ETF 也就是开放式交易型的这种基金了 那在澳洲的这个市场里面 在ETF市场里面是有多个不同类型的 这种产品是可以达到综合布局地产行业的这种效果的 那最后再留这样的一个互动的环节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给我们点赞 那如果在这次节目当中 我们得到100个赞吧 一个小的目标的话呢 我在下期节目 将会和您比较三个澳洲地产行业的ETF 如果从综合配置的角度 哪些是值得您所去关注的 这就是今天节目 谢谢您一直对澳湾网的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